我的妈 来了个大客户啊兄弟们 这位顾客要588元的皮皮虾 嘿嘿 送上门的大冤种呀 看我今天不寒寒的宰他一笔 那个没别的要求了吧 好那就行 咱们直接一刀切 嘿嘿 把所有的尾巴全卖给他 你会不会算数 怎么了 多送你还不要 行 我就喜欢你这种顾客 开门红 这单算是唠叨了 下一位顾客要2.15千克的肥肉 咱就是说 你来买肉的呀 还是来刁难我的呀 整的有零有整的 而且还规定我在20秒之内完成 卖卖卖卖 作为名优秀的商家妈 这种雕虫小技还难不住我 就好吧您就 我这一刀保证 保证不了 我再给你来一刀 行不行 这个大方点 你多几颗肉嘛 拿走 送你了 受据这么慢 快点 你催什么催 你急什么急 我这不正跟你切着呢嘛 又少了 那行 再给你添点 走了走了 别走啊 我再给你重新切不就行了嘛 快点 你赶紧的 好好好 这感觉来了啊 直接一刀切 拉走 多了 那就再来一刀 为了报复 不不 为了报答顾客呢 咱们直接把肥肉的精华给他 就像满意了吧 好 下一关 顾客要1.31千克的骨头 你这倒是挺稀奇的呀 买排骨 只要骨 那正所谓 顾客就是上帝 这种小血的要求 咱还是能满足的 来把骨头给他切下来 好像还差很多 没事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再吃点亏 给你的骨头上 再来点肉行了吧 哎 刚刚好 小了吧 在呢在呢 您只要3.24千克的肉是吧 行 经过我几次的尝试之后 这点难度我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看好了啊 我只要切一刀 哦哦 如果切的不准 我这一堆全送你 怎么样小伙伴们 觉得辉哥切的准的 劳烦各位小伙伴们 给咱视频来个长点 再强烈推荐 如果你们说 点个赞 完全满足不了我 对辉哥的崇拜 那好 那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输入 闪耀狗 接触一个全新表情 这个相当可以的啊 谁 谁在说话 莫办 那要十块柳毛钱的几 好好好 马上给你切 先把这鸡头和鸡爪子弄下来 这都是鸡身上的宝贝 作为良心商家呢 咱们绝对不会坑顾客的 对吧 哈成你们看看 就这点东西 顾客他都买不起 那就更别说这么大一块了 我给他 他也买不起呀关键 他他他买不起呀他 所以一名合格的良心商家 还要考虑顾客的经济情况 两个鸡爪和一个鸡头 你要是买不起的话 那就 嘿 你干嘛 下一关 顾客要十二块三毛钱的板骨 整个是七十八块钱 好说好说 板骨 哦骨 具体了我也不太懂啊 并不是说我懂装不懂 他说的应该就是这一块吧 看我一刀切 直接十二块三拿走 啊 等会儿等会儿 先别着急嘲讽啊 再给一刀机会 如果这次没成功的话 来来来来 就再给我第二刀的机会 嘿 怎么样 全体上次到 准备进攻 哎哎哎 兄弟们 咱们轻点轻点 不是不让你们吵 我轻点 轻点 等等等等等等 讲话了啊 这位顾客要五十六块八的待遇 那众所周知 待遇最精华的部位 应该就是中间这里了 所以咱们把头和尾巴切掉 然后把精华卖给顾客 啊啊 多了 那这样呢 哎 别诬陷人啊 带鱼的尾巴呢 你们是没吃过 这玩意儿嘎嘎香 这玩意儿呢